我妈的塑料花闺蜜 带着女儿到我家摊牌 说她的女儿是我爸爸种 她要我妈让位 说委屈了十多年 孩子马上高考 要优渥的生活和堂堂正正的身份 可她忘了 十年前的除夕夜 她怎么求我妈收留她 忘了我也高三 成绩甩她女儿几条街 更忘了我们这个家 当家做主的 从来不是我爸 而是我妈 本视频有一点长 先给大家送祝福 愿各位朋友发财备爱 好运常在 发个弹幕 许个早日报复 她叫李玉 第一次见她 是十年前的除夕 我们正在看春晚 她带着个小女孩 敲响我家的门 我爸开的门 一瞬间饿后 我妈冲过去 推开我爸 抱着李玉又哭又骂 混蛋 这么多年 你跑到哪去了 我那会报警 你爸妈说你跟男人跑了 你咋这么久不和我联系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 怎么忽然想到回来的 李玉跟着哭 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她被男人骗了 问我妈愿不愿意收留她 当初说的同甘共苦 还做不做数 我妈说做数 有我妈一碗饭 就有她离一碗粥 李玉这才止住哭 反复说男人靠不住 闺蜜才靠得住 之后 他们手握着手 坐在沙发上叙旧 我假装看电视 实际却竖着耳朵 光明正大的偷听 零零碎碎的信息 拼凑起来不难 李玉和我妈是小学同学 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好得不得了 我妈结婚早 婚后不久就怀孕了 李玉主动请应照顾我妈 住在我家 三个月后 李玉不告而别 电话打不通 她的父母说她没回家 我妈跑去报警 她父母这才说她 跟那个大老板 到大城市想扶去了 叫我妈不要多管闲事 民警问李玉的父母要了电话 确定人安全后 这事才做罢 我就想不通 你要走 为什么不说一声 电话换了 也不说一声 还不许叔叔和阿姨告诉我 我这不怕你看得起我吗 李玉小声的说 带着委屈的语气 对方是有福之福 我怕你说我帮大款 那你是不是帮大款了 当然不是了 我是真心喜欢她 李玉回答得理智气壮 一把扯过旁边小女孩 这不还给她生了个女儿 叫林默默 按照李玉的说法 那男人在外面养着她 开始几年还好 每个月生活费广告 可最近两年 她明显厌倦她了 问她要钱 她也不耐反给 大城市花销大 李玉实在没法了 这才回来 这么多年 你没上班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找男人 不就是为了穿衣吃饭吗 我为什么要上班 我妈福娥 几秒后再问 那你知道她住哪 在哪上班吗 有没有去找过 没有 这不怕她为难吗 李玉低着头 隐晦地看我爸一眼 别了下耳后的头发 我妈低头笑了笑 唇角微微勾起 眸中全是凉果 那笑容 我至今记得 只是 当年的我 看不懂 餐不透 他们在我们家住了几天 我们家房子大 上下三层 前后有小花园 我还记得 林默默四处打量 无数次露出艳羡的眼神 她喜欢我粉红色的公主床 数不胜数的漂亮衣服 和毛绒玩偶 也喜欢我妈一面墙的包 精致的妆容 和璀璨的首饰 她对我说 菲菲姐姐 您家好富有啊 我嘚瑟着 小小的虚荣心 得到极大满足 从梳妆台抽屉里 挑了个香满水钻的 胡迪结发夹 别在她头上 给你 这好看 我喜欢林默默 喜欢和她玩耍 却不喜欢她的母亲 她的母亲对我妈热情洋溢 对我爸娇羞泣笑 对我赞誉有加 可以转身 眼睛里的极度 快慢一出来了 像川剧里的垫裂 她管我妈叫阿秋 她总是对我妈说 阿秋 你说你运气多好 嫁给老林 老富有了 阿秋 你家居然还有琴房 是菲菲的吧 菲菲老幸福了 投胎投得好 我家默默前几年想学钢琴 我都没舍得买 阿秋 你家这个阳光屋 我真是太喜欢了 简直梦中情屋 女人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一次是投胎 第二次是嫁人 阿秋 你既会投胎 又会嫁人 哪像我 我妈拉着她的手 在她手背上拍了拍 会好的 你长得这么漂亮 哪个男人不爱你 李玉没眼间透着得意 大红唇像秋风染过的枫叶 我妈纵容的笑 看李玉母女的眼神 就仿佛看机圈里的老母鸡和小鸡仔 我爸不待见这对母女 他每次看见她们 都会微微皱眉 眸中全是不耐 我听见我爸和我妈的对话 你什么时候叫他们搬走 住在咱们这里不是长久之计 再等几天 没看见阿秋还在治疗情商吗 不方便 我一个大男人 平时在家里进进出出 穿个睡袍就好 现在她在这里 我得随时穿得整整齐齐 你那个闺蜜 到底有没有在别人家里做客的自觉 大冬天穿得吊带睡裙 在客厅晃来晃去 也不怕把孩子教坏 她这不信任你吗 好了好了 我尽快给他们找房子 你一天别老对他们板着脸 几天后 我妈果然把房子找好了 八十多平方里 一套三 金装 家电齐全 关键是 李玉默默心血孝近 就隔着一条街的距离 你 你要把我走 李玉眼泪哗哗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妈 主要是老林 她觉得不方便 我妈一点不替我爸背锅 怕你在我们家住久了 惹出闲言碎语 知道的人说我们是好闺蜜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是老林的小老婆 这不耽误你一员吗 李玉拉着我妈 两个人叙叙叨叨 一个疯狂强调闺蜜情深 舍不得我妈 希望继续住我家 一个再三拒绝 说房租已富 成年人需要私人空间 搬出去只会让友情更牢固 我听着没去 便四下找林默默 想与她玩 结果 在厨房门口 我看见林默默正气生生地 朝我爸走去 我爸背对着她 正在切水果 爸爸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林默默拖着哭腔 我爸整个人动作一致 半晌转过身 看见林默默的同时 也看见站在门口的我 我当时的表情应该是震惊的 我爸迅速做出反应 也做出选择 他静止朝门口走来 途经林默默时 只说了一句 你认错人了 我觉得林默默真笨 连爸爸都认错 当天晚上 我把这事告诉我妈 我妈眼波流转 笑得妩媚又妖娆 直勾勾地盯着我爸 真的吗 短短三个字 明明温柔地不像话 可我爸的表情 却仿佛听见什么戳心窝的话 他的眼神慌了 乱了 当然是假的 小孩子嘛 抢爸爸了 逮着大人就叫爸爸 况且 他还在我们家住了这么久 我妈笑而不语 我爸把我赶出主卧 转身给我妈按摩 李玉搬出后 依然时常到我家 观点堂皇的借口 一是想我妈了 二是希望我能教林 默默弹钢琴 我妈优雅地笑着 我爸第一个不同意 菲菲能教什么 她还在学呢 你要真想你女儿学 出去找个琴行 请个老师 李玉脸上有些挂不住 她可以笑着 也不是非要弹出个名堂 也就是同龄 一起玩 让菲菲给默默培养个兴趣 也不知哪句话刺激到我爸 我爸脸色更黑 转身去了书房 我妈忙着安慰李玉 别理她 她那个人臭脾气 默默若真想弹 什么时候来都行 前妻菲菲带着 等学会后 只要菲菲没用钢琴 默默随便用 李玉笑逐颜开 我妈对林默默招手 把她叫到旁边 默默只要能坚持三年 每周末过来弹一个小时 阿姨就奖励你一架钢琴 林默默眼睛亮了 当时的我 以为林默默真喜欢钢琴 我教林默默的 第一首曲子是火车 就两个音符 多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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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多多 简单好学 林默默笑得像月牙一般 露出她的小缺牙 然而 兴趣如龙卷风 来得快 去得更快 林默默连第一个一小时 都没坚持完 就对钢琴设兴趣 之后一个月 她每每到我家弹琴 就如霜打的小红瓜 垮着脸 无精打采 我妈听说后 给iPad下了个钢琴陪练的App 冲了会员递给林默默 李玉直跨 我妈想的周到 可惜 林默默在琴房只弹了几分钟 就抱着iPad打游戏了 琴房里始终不断的钢琴曲 是我弹的 那一年 我八岁 她也八岁 我妈是个好闺蜜 自李玉回来后 她不但帮忙解决了 林默默的转学问题 进了最好的私立小学 是自最过硬的班 还给李玉找了份工作 李玉没上过班 没工作经验 我妈和我爸的关系 把她塞进一家印刷公司 说是文员 其实就是打打杂 薪水不高 也没压力 李玉不满意 嫌收入低了 说一个月累死累活 只购买两件衣服 她想进我们家电子厂 点名要做我爸的秘书 我妈拒绝了 一是公司没有秘书这个职位 只有助理 岂是男性 二是李玉做得来吗 李玉很事不甘 叨叨叨说了很久 说我妈看不起她云云 最后还是我妈承诺 让她在印刷厂先淡着 后期尽量给她留一个不干活 只拿钱的工作 李玉这才满意 抱着我妈的胳膊 说我妈是全天下最好的闺女 还是你幸福 嫁个有钱人 什么都不用做 在家享福就行 没事逛逛街做做脸 打打麻将 我妈完全不提她在公司财务总监的身份 只金贵的笑 默认李玉的猜想 李玉确实是烂衣服不上墙 印刷厂老板给我爸打了几次电话 问究竟是什么亲戚 三十多岁的人 没能力 没责任心 还喜欢嚼舌根 说大话 如果只是应付家里人帮找个工作 差不多可以交差了 赶紧带走吧 我爸实力坑朋友 说了许多好话 给李玉保住工作 半年后 李玉再次闯祸 他帮人收发了个文件 不知怎么 文件没存在桌面 再发出去就发错了 导致印刷出来的不是中稿 那批物料全部作废 直接经济损失十多万 老板给他打电话 叫他回公司时 他正躺在我家沙发上 和我妈一起做面膜 印错了呀 重新印不就行了 这种事还需要我教 又不是我印的 不去 终过加班 给加班费了吗 劳动法了解一下 我妈诧异的看着他 等他挂断电话 忙乱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这时从书房冲出来 一把把李玉从沙发上抓起来 一顿疯狂输出 你TM又做什么了 老徐好歹公司老板 需要你交 十多万的损失 你出吗 还敢提加班费 哎 李玉 你TM到底有没有脑子呢 被猪吃了吗 啊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这么凶 我和林默默站在情房门口 望着楼下 林默默一张小脸煞白 李玉朝我爸哭唧唧 说他不是打工人的料 只会伺候男人 不会讨好领导 职场上那一套他不懂 我爸不知想到什么 脸色缓和几分 我妈一个没忍住 接了句 是 你不适合打工 就适合被男人养着 本来就是 李玉说你转身 理智气壮了朝我妈吼 凭什么你就可以在家过过太太的生活 我就不行 当初就不该听你的 打什么工 挣什么钱 我TM见吗 我妈瞪着眼睛 某中精英闪烁 愤怒与失望交调而出 我爸一下慌了 三步并坐两步 一把扯过李玉 啪 清脆的巴掌声 李玉蒙了 他捂着脸 颤抖着双唇 不可置信的看着我爸 房间安静极了 林默默挖的哭出声来 印刷厂那事 后来怎么处理的 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 我爸那段时间心情很不好 请印刷厂老板吃了好几顿饭 应时赔礼道歉 李玉大概有半个月没到我家 之后又提点提点来了 李玉蒙有大量 原谅他不懂事 我妈笑着摇头 轻易的在他脸上拧了一把 你呀 被男人宠坏了 现在不上班 看你以后怎么办 李玉挽着我妈的胳膊 脑袋放在我妈胳膊上 笑得一脸得意 当然是靠男人了 我男人又回来了 我妈可高兴 叔得从沙发上站起 既然有钱了 走逛街买买买 这男人啊 你得多花他的钱 他心疼钱 才会心疼女人 李玉笑得春光灿烂 跟着说是是是 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我和林默默好好练琴 林默默双手背在后面 紧紧抓着iPad 屏幕上是他还没打完的游戏 那天晚上 我问我妈 你好心给他找工作 反而找出一堆麻烦 为什么他一道歉你就原谅他 我妈漫不经心 先回答了两个字 消遣 过了一会儿又说 反正收拾烂摊子的又不是我 我就喜欢看他做 我那时小 没有太多分析推理 只觉得我妈和李玉的关系 并没有表面那么铁 我和林默默在一个班 整个小学阶段 我和他的关系都很好 这种好建立在我弹琴 给他打游戏做掩护上 也建立在一起写作业 我负责写 他负责抄 还建立好东西一起分享 以及考试帮他作弊上 林默默经常说 飞飞真好 飞飞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邱阿姨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姨 我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我虽然给他抄作业 也给他讲题 劝他好好学习 林默默不以为然 总说我老板 游戏的世界充满成就感 一旦陷入 便很难全身而出 林默默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一般 之后越来越差 李玉对他各种不满 动不动拿我和他做比较 我刚经过七级时 林默默才贪贪过二级 我在学校次次考试前三 林默默急不稳定 作弊成功就全班十多名 作弊失败就掉车尾 时常请家长 李玉觉得很没有面子 动不动弯他一眼 气得极了 一巴掌扇过去 骂他是猪脑子 现实的不如意 让林默默愈加爱打游戏 也愈加讨厌李玉 我妈就不同了 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阿姨 她会拦下李玉仰起的手 说小孩子都爱打游戏 别骂得太狠 小些孩子叛逆 会搜罗林默默的优点 表扬她给她自信 还会带林默默逛街 给她买闪闪发光的文具 贴纸 以及五颜六色的视频 嗯 是的 林默默比我臭美 也比我美 她爱打扮 是我们班的时尚风向标 她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小蝴蝶 摇曳在花丛中 我妈经常夸她 默默可真漂亮 和你妈一样 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长大后不知道你死多少人 领域可得意 转过头评价我 飞飞也好看的 只是不爱打扮 等以后有了男朋友 就知道打扮了 我妈一副不想提我的样子 转头给我买十本八档好书 在我书房 我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不外乎书中自有黄金屋 富有诗书气自华 人性复杂 色衰爱吃 以及美丽的皮囊 不如有趣的灵魂 小孩子其实很敏感 有时 林默默在我家厨房的那生爸爸 始终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加上我妈对李玉母女的态度 我心里那根刺愈发壮大 我同林默默交好 却不是全心全意希望她好 我有我的猜想 我甚至跟踪过我爸 不过失败了 直到初中 我记得是初一 上学期快结束 临近考试那会儿 那天天冷 我去地下停车场喂流浪猫 老远看见有人 在我爸汽车旁边拉拉扯扯 走近发现是我爸 李玉和林默默 林默默背着书包 被李玉推嗓着 跌跌撞撞 朝我爸面前哭 我爸把林默默服好 抬头是一脸无奈 李玉 你不要老拿孩子说事 这么多年 我没亏待过你们母女 怎么没亏待 李玉声音尖锐 你瞧瞧林飞飞 她穿的是啥 用的是啥 你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姑娘 再看看林默默 站在林飞飞旁边 活脱脱廉价的花蝴蝶 廉价的花蝴蝶几个字 咬得尤其重 我心头一紧 忙着看林默默 林默默低着头 脚尖在地上踢着 沉默着 不知在想什么 林佳安 我问你 同样是你女儿 你这样差别对待 你心疼不疼 疼不疼 李玉一只手戳着我爸的胸膛 连戳了十多下后 脑袋往旁边一扭 我不管 每个月在家一万 再给我买套房子 写我的名字 否则我就告诉秋季 秋季是我妈的名字 我爸气得急了 一巴掌打在汽车引擎袋上 李玉 你TN狮子大开口啊 当初是你勾引我的 怀孕后 我叫你打 他看了林默默一眼 硬生生吞了半截话 好 生下来了 我认 每个月生活费一定兑现了 我叫你在外面待着 你非跑回来 出现在秋季面前 秋季对你怎么样 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 他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你三天两头 问他威胁我 一个月一万的生活费 你去外面打听打听 多少人一家子 一个月挣得到一万 你嘴巴一张 现在要两万 还要一套房子 你当我是印钞机 我给你说了多少次 我们家秋季管钱 我给你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省出来的 瞒着秋季到处找来的 我爸的声音 一声比一声大 汽车引擎袋 被他拍得蓬蓬作响 太难看了 实在太难看了 我心情复杂 捏手捏脚往回走 李玉的声音 继续从远处传来 我管你钱从哪里来 有本事 当初别搞大我肚子 搞大了 你就得管 你们一家人住别墅 我要一套大平层 不过分吧 林家安 我告诉你 非婚子女 享受已婚子女的权利 你的钱财 本来就有一半是默默的 林默默 快去问你爸要钱 每次就知道处在这里 鱼目脑袋 声音有什么用 林默默的尖叫传来 啊 妈 妈 别揪我 我的心也是揪着的 沉 再沉 之前所有猜测都是真的 就好像可怕的莫菲定律 所有担心的是 一定会发生 我不记得我是如何上楼 回到我家小别墅的 只记得脑海里 兵荒马乱 见之荒芜 我妈正在炒菜 我在小厨房来回夺步 终究没有把看到的告诉她 一是我不知如何开口 那个与她 同床共诊多年的男人 其实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背叛她 二是 我妈也许一早就知道 草蛇挥陷 浮卖千里 像她那样聪明的人 不会无缘无故 就爱看闺蜜座 李渔的男人要给她买房子啊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后 欢天喜地陪李渔看房子 小于一百五十平米的不看 非大事也将警方不看 李渔偶尔会矫情 哎呀 会不会太贵了 显得我很不贤惠 我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做仨的人 要什么贤惠 我告诉你 这叫金屋藏娇 这女人啊 青春就这几年 你要不绑着这男人使劲耗 等以后人老猪黄了 谁让你好去 我虽然不赞成 你破坏人家家庭 可你是我闺蜜 我不帮你帮谁 男人和女人 恩爱啥的 都是假的 只有钱是真的 李渔得意的不得了 虚心假意的说 我也这么觉得 这两个闺蜜 谭笑间 选了套一百六十多平的将警方 说什么英雄所见略童 阿秋 你说我叫他一次性付全款 还是按揭 想啥呢 当然是付全款了 按揭风险多大呀 万一你被人发现 不说人家老不上门打你 光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觉得他还会继续给你按揭 李渔深以为然 当下签了合同 付了定金 笑得愁愁满志 吴家有女厨长成的欣喜 这事儿苦了谁 苦了我爸 二百多万的房子 要从他私房前里出 他连着半个月焦虑失眠 先买了退黑素 又买了安定 我妈问他怎么了 他没法说 头发愁白了好几根 包里的烟从前都是好烟 现在随时两包 一包好的 一包一般的 在外人面前抽好烟 有面子 一个人的时候 抽差的 过过瘾就行 我妈看见了 装没看见 有一天 我爸脸上有一条抓痕 两厘厘左右 我妈眼尖 你脸怎么回事 我爸装懵 什么 怎么了 我妈上前摸一把 审视道 像是被指甲抓的 你不会在外面养猫了吧 养猫的意思就是养女人 我爸否认三连 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不过这还真是被野猫抓的 咱们这小区 流浪猫是越来越多了 按照我爸的说法 早上开车的时候 一只怀孕的母猫 盘踞在他车头 他上前赶猫 反而被猫挠了下 当时不觉得痛 也没在意 我妈故意忽略掉 只要抓痕的新鲜程度 只催促我爸去医院打狂犬疫苗 五针 分别是当天 第三天 第七天 第十四天 和第二十八天 至于李玉 他的心情也不好 嘴角开裂 显然被人揍过 他在我妈面前骂了几次 男人都是狗东西 说为了区区二百多万 那男人居然动手打他 我妈笑着朝厨房里 正在做饭的我爸看一眼 对李玉说 你这话是一棒子打死一群人 我们家老林就不错 家里钱都是我管 想怎么画怎么画 李玉撇了铁嘴 有些委屈 有些嫉妒的样子 我妈笑着 瞧了瞧她的伤口 安慰道 二百多万 将警方 你随便去问问 挨一顿揍 就这么点伤 给一套房子 愿意的人 还不得绕地球三圈 李玉沉默了 我妈继续 我估摸着 二百多万 是那男人的极限了 李玉在沉默 我妈叹气 要我说 你这眼光也不咋的 找金主和找老公不一样 首当其冲是有钱 有钱的支配权 你说说 你那男人有什么 李玉在在沉默 我妈在安慰 不过还好 二百多万是当手了 多少家庭 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 等她缓口气 就可以装修了 哎 到时候 我帮你选 这装修啊 不一定要多豪华 但一定要选材上成 质量必须好 不该省的钱 绝对不能省 我爸忍无可忍 从厨房走出来 轻生责备我妈 别人的日子 你瞎操什么心 我妈搂着李玉的肩 闺蜜吗 我不操心 谁操心 再说 谁叫她眼光不行 找了个渣 我爸默默咬牙 脸色难看得很 我妈摆了她一眼 嫌弃道 瞧你什么表情 你该不会同情那渣吧 我爸在咬牙 回到厨房 之后 我妈也没做啥 也就是日常 炫一下新买的包包 首饰 衣服 香水 然后陪李玉逛街 买买买 肯定她金钱至上 花男人钱 听经第一的想法 买金最好 保值 我妈经常说 其他享受都是次要的 一时而已 李玉深以为然 护肤品衣服啥的 都用得很一般 钱都花在黄金和奢侈品上了 在李玉处心积虑买房 挖空心丝毫 果爸羊毛 疯狂买买买的时候 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林默默肯定是要钱力气 可怜的自尊 不知被李玉摁在地上摩擦了多少次 她变了 原本只是不爱学习 爱打游戏 好歹还知道成绩重要 会抄我作业 找我帮她考试作弊 她能问低年级同学要钱 我莫堵过一次 在学校操场厕所的侧面 那是个死角 监控拍不到的地方 林默默嘴里叼着烟 和另外几个女生 围殴了一个女生 专潮人肚子打 再把那女生身上的钱刮分了 她看见我 静止走过来 哟 这不是林家小公主吗 林默默吊铃铛 默默 抢不抢 她旁边的人问 林默默摇摇摇头 凑到我耳边 林菲菲 我警告你 不许多管闲事 否则 下一个挨揍的就是你 我看了地上女生一眼 对林默默说放心 然后离开 我不是救世主 也没有圣母病 在默睹了很多事情后 早已凉薄 那一年 我看着林默默 她离经叛道 轰轰烈烈 她不屑日世俗的 我们追求的很多东西 有成绩与名次 她瞧不起老师与家长的权威 事事对抗 唱反调 翻白眼 她拼命用自己的方式 试图撕裂束缚在身上的箭 拼命证明自己的存在 然而 青春 一旦用错误的方式打开 本该破茧成蝶的那只蝶 可能会变成额子 也可能会 免碎 邀灵 林默默霸凌同学的事情 很快被人捅出来 学校给她记大过处分 留校观察 林默默不屑一顾 这是她要的青春 初三结束 中考 我考上崇高 林默默要荡值高 李玉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 她到我家哭诉 求我爸和我妈找关系 让她女儿读个普通高中 她反反复复说太丢人了 说出去太丢人了 我爸沉默 他能走的关系 应该都问过了 我妈皱着眉 说这几年正色紧 中考没考上的 基本就没机会了 前些年还能复读 现在复读也不行了 上面掐得很严 她说想办法拖关系再问问 李玉涵泪点头 恨铁不成钢的 弯了林默默一眼 林默默吃笑 她说了脏辣 嚼着口香糖 耳朵上坠着硕大无比的耳环 眼线掉的老高 对她妈的诉求不屑一步 我在客厅短暂的停留了一会儿 喝完属于我的掩耳羹 静止往书房走去 林默默看着我 不然开口 考都考完了 还装什么装 算吗 我和林默默的友谊 早已在今年累月中消失殆尽 我们向时空中的两条直线 短暂相交后 渐行渐远 我顿下脚步 转身 不是还要考大学吗 我和你不同 有手好闲不起 我给备占高考 毕竟我家有公司 以后还要我接管 房间陷入诡异的沉默 李玉眸中全是暗恨 我爸皱眉 我妈微微笑 林默默瞪圆眼睛 忽然抓起桌子上的烟灰缸 朝我砸来 我侧身躲过 这里是我家 我前半句对林默默说 后半句对李玉说 月阿姨 你们今天来 是来找我爸和我妈帮忙的 默默这样不妥 会显得很没有家教 李玉的脸色精彩极了 我妈在欣赏够了李玉的反应后 这才打人场 叫我赶紧进书房 叫林默默别多想 直高到普高 确实不可能 我们家没那么大能量 我妈当着我爸的面 打了很多电话 拖了很多关系 三天两头请人吃饭 当然也花了不少钱 眼足了亲近一切帮助闺蜜 我爸好几次说 算了 政策上的事 没人敢越线 我妈这才愧疚的给李玉说 实在没法 我尽力了 李玉早猜到这样的结果 叹得气 恶狠狠瞪向林默默 林默默回忆白眼和冷笑 我妈忙安慰 直高也能考大学 虽然师资差了点 但也不是完全没机会 到时候多刷点题 没问题的 默默多聪明的孩子 之前是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一旦用心了 考大学还不是妥妥的事 李玉回忆冷笑 中考都考不起 还指望考什么大学 就他那个榆木脑子 就配在街上卖个奶茶 我妈忙挡他 不许他在孩子面前这样说 李玉冷哼甩头翻白眼一条龙 我妈再出主意 你要真嫌学历低了 怕以后找不到好工作 就将默默好好学英语 把雅思好好考一考 过两年送出去 别去太贵的学校 一年二十万差不多了 在国外度个精回来 不比国内读个末流大学好 李玉眼睛一亮 我爸端茶的手默然一抖 茶水洒一地 老林 你怎么了 我妈装不明所以 看着我爸 我觉得吧 我爸说 国外人生地不熟 去了不一定适应 比起在国外读个野鸡大学 不如好好考国内大学 咱国内里也不差 我妈汗手 话是这么说 能考国内的最好 我这不是提前把方方面面情况想到吗 哎 阿玉 你回去跟你那口子也商量下 孩子的事是大事 他不能光出钱 不出主意不出力 林默默凉凉的披过我爸一眼 撇着嘴 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 重高与直高的差别 不说天渊 也是恩的当次 每天早上六点十分起床 二十二点二十分睡觉 中间排得满满当当 除了生存需求 全是学习学习学习 周末回家只一天 也是刷题 反观林默默 就朋友圈里的信息 不是晒自拍 就是晒狗粮 蹦鼻 喝酒 摇车 翘客 肆意的青春 有我的生活 愿意为他花钱的男人 他谈恋爱了 对方是个富二代 比他大好几岁 说是喜欢他的与众不同 像妖野的雷归 李玉在我妈面前嘚瑟 比你们邻家可有钱多了 干得好 不如嫁得好 默默一旦嫁过去 就是阔太太 直接阶层跨越 我就说嘛 人生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女孩子 漂亮才是第一声产铃 我妈笑 是是是 行行出状元 默默是个有福的 你也是个有福的 李玉撇过我一眼 叹气道 乔飞飞多苦 起得比击早 睡得比狗晚 还能力能考上什么大学呢 我妈说 可不是 他一不会打扮 二不懂风情 怎么比得上默默 也就只能死读书了 李玉再次联系的看过我 我笑了笑 静止去了书房 我早已过了 与夏中女兵的年龄 那些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 我其实看过一两本 不过弱者的歪歪 高二 我妈把公司80%的股份 转到我名下 余夏的20% 他和我爸的持有5% 我姥爷持有10%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公司迟早都是我的 提前给我 可以增加我责任心 我在问他 我爸同意吗 我妈笑着反问 他有什么不同意的 他本来就只有33%的股份 你是他女儿 他不给你给谁 我没有捅破那层玻璃纸 只说会好好学习 不辜负他们 高二 林默默和他那位 富二代男朋友分手了 那位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 和一个门当户对的 亲亲小姐订婚了 李玉小范围闹了下后 权衡利弊 建议林默默忍下来 所谓林当豪门妾 不做寒门期 林默默和李玉大吵了一架 吼叫着 应该像你一样吗 一辈子见不得光 李玉的身份是林默默心口的疤 他不允许自己活成李玉那样 人是在富二代男友订婚当天 大闹订婚宴现场 对方一点颜面也没给他 玩玩而已 也不照照镜子 凭你一个私生女 小混混 也配嫁入我们家 林默默的骄傲 机遇崩塌 眼泪大滴大滴落下 花了妆容 他在酒宴上撂出狠话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 对方痴笑 正在看小视频的我也笑了 这世上 哪有能夺落着你喜的故事 强大 可不是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 他打算靠什么 男人吗 果然是男人 我居然猜对了 不过不是他的男人 而是他妈的男人 暑假过后 我刚迈入高三 这对母子再次登门 开门见山 让我爸和我妈离婚 祝我妈爸占林太太这身份太久了 早该让位了 她要给林默默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 说林默默马上要高考了 需要稳定的 不再担惊受怕的大后方 我妈露出惊骇表情 不可思议的看着我爸和李玉 我爸反复说 听他解释 我妈怒极反向 解释什么 林默默比林飞飞只小三个月 解释你们怎么在我怀孕的时候 搞到一起吗 解释李玉你回来 三天两头出现在我面前 和我老公没来眼去 而我 傻瓜一样 把默默当大的女儿 八心八丹对你们母女吗 你们一定很得意吧 把我玩弄于鼓掌之中 你们可真是好样的 还有 最非也高三 她不需要稳定的大后方吗 李玉 你好恶毒 我爸慌了 一边呵斥李玉 一边安抚我妈 说默默的是是个意外 当初她喝醉了 李玉再次寄出杀手锏 说肚子里还有一个 她问我爸 你们老龄家不是一直想要个儿子吗 我爸愣了 不可置信的看着李玉 我妈没有给我爸任何解释的机会 一巴掌扇在我爸脸上 尖叫着 离婚 明天就离婚 你们两个都滚出去 我爸脸上浮起清晰的指印 她没有还手 只是愧疚地看着我妈 轻声说她不会离婚 我妈开始砸东西 一样样朝我爸和李玉身上砸 李玉默默沉默地看着我妈 也看着站在书房门口的我 我同样面无表情 从第一次在厨房听见李玉默叫爸爸 到现在 我脑海里想象过无数次类似的画面 只是终于发生了而已 李玉把我爸拉走了 李默默跟在后面 我妈冲出去 抓起门口我爸的鞋子 一支支砸在他们身上 痛骂他们没良心 不得好死 直到他们走远 我这才躲不到我妈身边 妈 你没事吧 我妈看着我 叔的笑了 有些惆怅自嘲 又有些如释重负 靴子终于落地了 她说 是啊 终于结束了 我依然担心她 妈 余生很长 我知道 她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 你已经长大了 我相信你能应付这样的变故 是 我妈和我爸的离婚 没有打官司 协议的 财产这块没有争议 我爸拥有的 只有5%的公司股份 公司往后由我妈经营 家里投资的股票基金 从来是我妈在管 她在我18岁那年 也一转到我名下 我们家居住的那套大别墅 是我老爷的产业 其他各处房产 买的时候就是买给我的 全部登记的我的名字 所谓夫妻共同财产 少得可怜 我爸有错在先 他没有征那部分财产 等于近身出户 之后 我爸搬去里域那套大平层 在婚姻蓄存期内 用夫妻共同财产给里域买房 供养他多年 并购买奢侈品财务无数 他要把我爸给里域买的 所有财务都拿回来 同时 我爸在任职公司总经理期间 为了一起私欲 填补自己的小金库 收了不少供应商的回扣 给公司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证据确凿 我妈要求依法追回损失 法院很快判了 买给里域的房子 金银珠宝 手表 包包 各种奢侈品全部归还 收房子那天 我妈亲自过去了一趟 她抱着胳膊 已在门口 好整以暇的看着他们 别说行李香了 就连牙刷牙膏洗脸怕 也不许他们带走 秋季 你别太过分 李玉扑上来 一副拼命的样子 你老实说 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爸没有来李玉 只站在李玉后面 愧疚的看着我妈 也等我妈答案 我故意什么了 我妈反问 故意在闺蜜怀孕的时候 住进闺蜜家里 趁男人喝醉 爬上男人的床 故意回来 利用老林怕我知道的心理 索要无度 还是故意在飞飞临近高考时 大闹我家 找他心智 生怕他考不好学校 李玉 你知道你输在哪里吗 你输在不想付出 只想依靠男人 不劳而获 从未想过自食其力 李玉不服 我怎么没付出 我付出了青春 我只是没你那么命好 生下来就有个有钱的爸爸 我做你小跟班多少年 你知道我什么感受 还有 你付出了什么 不就是嫁了个有本事的男人吗 我把他抢了有什么不对 你能拥有的 我一样可以 我妈像胆灰尘一样 把他胆走 轻描淡写的 所以你想要我给你了 他环顾过房间 这房子我精心挑选的 我很喜欢能卖个好价钱 这两年金价疯涨 你抽屉里的金银首饰 我也很喜欢 还有那些奢侈品 挂钱不错 谢谢你啊 若不是你 老林这些私房钱 还拿不出来呢 我爸张个张嘴 似想说什么 我妈转过头 林家安 你不冤 婚姻是契约 无论什么原因 你单方面撕毁 应该受到惩罚 我爸干巴巴的问 你对我 真的没感情了吗 我妈笑 感情是什么 你能吃吗 从你第一次背叛我 就应该想到这个结局 酒后乱性什么的 电视里看看就行 真要醉了 能做什么 你没资格给我说这些 相无以沫的前提是 一生一世一双人 他顿了一下 感谢你对公司的付出 除了拿回扣 总体还不错 所谓贫贱夫妻改时哀 从大平层搬出来后 我爸和李玉搬去了桶子楼 就吵架 李玉嫌我爸没本事 离开公司和我妈啥都不是 我爸怪李玉没事找事 这年头 虽然才是硬道理 失去总经理的头衔 和公司平台 我爸啥都不是 李玉默默没有逆袭 他在直高毕业后 到商场小店卖奶茶去了 李玉一语成衬 至于我和我妈 我去了地都某大学 尽管专业 我妈经营着公司 独自美丽 文章已完结了 宝子们上点关注下点赞 生活过得越灿烂